立法院一场外整座中庭绿意盎然 但草地上怎么有个光秃秃被土填过的痕迹 直接回到2016年 这里有两颗挺拔翠绿的台湾油山 这可是和台湾苏铁和台湾海藻 被列为四大奇目的国宝树 但短短一年多 双双死亡 没考虑到台北环境国宝树难逃 夭折命运 当初帮忙遗述的台湾爱树保育协会 听到两颗台湾油山都死了 非常惊讶 痛批立法院不听专业的话 其中这两颗国宝树当初选立法院 龙虎边种植似乎有高人指点 现在通通夭折命令有不同解读 边的树 温虎边的树 不能哭死掉 哭死掉可能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关联 可能会家里的出状况 或者它本身出状况 或者它本身的外溢出状况 不光出来 从大门方向看 右边是龙边 台湾油山三月时死亡 大门进来左边则是虎边 另外一颗台湾油山 也在四月时死亡 风水老师表示 对于鼠鸡和鼠兔的委员 首当其冲 染路被一直拖 拖 拖 拖到青岛东 他整段都被追打 这个还算 还算是蛮 蛮不是那么好运的 我是鼠鸡的 那我认为我今年应该是大吉大利 怎么可能会流年不利呢 风水之说信者横信 但当初立法院主动争取来的国保数 被听取专家建议 竟然中到全部死掉 也引发争议 记者薛学华 曹文生台北报道